一輛白色賓士車 行進總統府前 突然一個加速猛力往右偏 撞擊總統府前剛至花台 換個角度再看一次 轎車完全沒減速 直直往前衝 警車就跟在後面 員警馬上衝上前 將人拉下車 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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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駕駛是五十歲的杜姓男子 被帶下車時 口中還不斷念念有詞 警方也在車內搜索 並沒有發現違禁品 但他的白色轎車引擎蓋車身 用紅色黑色的噴漆 噴滿了字 上頭寫下認知作戰等字眼 事發就在一號下午四點多 位在重慶南路 跟凱達格蘭大道路口的 總統府門口 嫌犯開著車輛衝撞 力道之大 連現場保護的圍欄 都被撞得歪七扭八 一共有三面鋼製花台受損 幸好沒有人受傷 那你有什麼訴求嗎 你可以講嗎 OK 我離開 你離開 你好 而這一名杜信男子 早在下午三點十三分 就曾現身 位在臺北市內湖的AIT 當時在門口大按喇叭 警方到場勸導後 他就離開 沒想到四點四十一分 就衝撞總統府 好在只有花台迴損 那經本分局發現他有異狀啊 要雨雨藍茶時啊 塗加速啊 衝撞總統府府前的花圃啊 造成三個花圃啊 有受損的情形啊 但無人員受傷啊 那經本分局迅速控制現場之後啊 經實施酒冊啊 那酒冊值為零 國安特務啊 我老婆是共諜體 面對媒體鏡頭 情緒激動不斷大喊 但被逮後 遲遲不願開口談案情 背後動機 警方還要再追查 而他現在AIT 猛案喇叭 原本已經被依照 設違法送採處 沒想到隨即 誘導總統府衝撞 恐怕最佳一等 華視新聞綜合報導 哈囉 我是張蕙琦 想要搶先掌握 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